又在一個風光明媚的下午 皇上和達菲在大明湖畔散步 看著一池美麗的蓮花 荷花 達菲忍不住多愁善感的起來 皇上問他 這荷花池真是美景宜人 跟我的愛菲達菲一樣 著青蓮而不搖 出污泥而不 知道鄭因為忙於國家大事 查不吃飯不想 才特意安排善 等了 是鄭做的不夠好嗎 綠扇的雞腿不夠吃嗎 鄭手上剛剛有顆橘子 你要吃嗎 還是你跟鄭說說你的心事 我沒事 我也不想吃橘子 沒事 我真的沒事 真的 不是你想太多了 是我真的沒事了 不管皇上怎麼樣的詢問 達菲似乎都不願意說 此時 突然公共來求見 告訴皇上 皇上 皇上 大師不好啦 那個太后說 他說他起床的時候 他剛才做到的橘子摸著一顆 請問怎麼回事怎麼辦 請問是你拿走了嗎 在我手上 在我手上 我就是要給 我就是要給達菲吃 喔不 這樣太后會很生氣 但是他的大師 他的橘子 這國家是只有一個橘子 這國家是只有一個橘子 那是大師的橘子不會啊 因為 因為我們國家只有餃子 橘子非常的稀有 你是顆橘子 還要你過來傳話 這顆橘子 這顆橘子非常好吃 非常稀有的 太后到 太后駕到 太后 皇帝 哀家桌上的橘子呢 在這裡 我手上 你們知道 這是我們國家僅剩的唯一顆橘子了嗎 對 你把它吃掉 就我們就這樣也種不出橘子樹了 不行 小諾子 太閉嘴 好的真是不好意思 達菲他想吃 剛好有橘子 我就帶來給他吃 吃完剛好有紙 我們就拿去種吧 我們讓這個國家 再長出一顆橘子樹吧 在旁一直沒有說話 一直不願表達到底出了什麼事情的達菲 這時 突然說話 並且拉著皇上的衣角說 皇上 其實 我是想要說 我 我真的很討厭吃橘子 這橘子又直接扔上海邊吧 其實那個橘子不得了 它要是坐在這個地上 土地上會出大事的 說完 我們可以 這雞手 把那顆橘子 放著他皮 丟 不行 不行 誰要洗 竟然不是 竟然不是討厭母后 原來只是橘子的問題嗎 這不好解決嗎 趕快再去買個一百顆一千顆回來放 不對 你喜歡吃什麼 我們趕快去進口 導致你這樣不行不能丟掉之後 朱子青怎麼辦呀 他就沒有這隻可以吃了 沒想到 這把這一顆橘子丟入荷花池當中 讓這個太后非常的生氣 掀起了一股太后與達菲之間的戰爭 他們都一同一口同聲的跟皇上說 皇上 我其實 比較喜歡吃蘋果 你像橘子啊 我喜歡吃蘋果 橘子什麼 是穿不垃圾的 還是甜甜的蘋果最好了吧 到底是要蘋果 還是要橘子 那就關丟關者 到底是要選擇太后 還是要選擇茶杯呢 皇上這個時候陷入了沉思 最後他說 維他命C 正累了 站在外頭含風刺骨 還不如趕快回去養心店打電動 就聽媽媽的話吧 小諾子 他一直準備橘子 為什麼 隨後也去準備蘋果 但今天我們就吃蘋果吧 不是 就吃橘子吧 完蛋了 怎麼能這樣啊 難怪很好 難怪這個國家只剩蟲只剩餃子 我好像在不會去國家啊 你這個朱志欽都不知道是什麼時代的人 閉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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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朱志欽怎麼辦 你叫朱志欽怎麼辦 好嗎 謝謝